儿子,我听说你用房子做抵押,贷款三十万给妈做手术,是吗?你贷款的三十万却被你大嫂拿走了,然后她和你两个姐姐把钱分了,有没有这回事? 妈,你是怎么知道的?我原本不想告诉你,打算瞒着你的。三十万的贷款的确是我大嫂和两个姐姐分的,我拿它们也没有办法。 我真是没想到,我这辈子生了你们姐弟四人,最后在我身边的只有你一个人。这些年来,你一直陪伴在妈身边,对妈始终不离不弃。你大哥和那两个姐姐对我不管不问,我真是白养育了他们。 妈,你别伤心,只要你身体健康,每天心情好,我这个做儿子的也就安心了。 十天后,母亲康复出院了,三年后的一天,母亲去医院复查。复查结果出来后,母亲心情沉重地给小儿媳妇打去电话。 儿媳妇,我今天去医院检查了,医生说我的病已经晚期了,活不了多久了。 妈,你别和我开玩笑了,这是真的吗?妈,你别吓我。 你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呢?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,也无所谓了。 我要件重要的事情向你们交代一下,你赶紧把他们姐弟几人都叫回来。 妈,会不会是医院误诊了?过去三年来,你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啊。 儿媳妇,我实话告诉你吧。因为这三年来,我看见你们夫妻俩,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 我怕我告诉你实情,你会担心。事实上,我每天全身都很痛,一直靠止疼药维持着。 我的病其实很早以前就被确诊出来了。 刷到这条视频,证明你要转运了。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困难中,评论区打出转运两个字,定能扭转乾坤,天天好运来。 妈,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啊?我们再去几家医院检查一下吧,或许这真的是误诊呢。 孩子,妈知道你心疼我,但妈心里知道,我已经一把年纪了,我了解自己的身体。 妈,你这一生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,却还没有想到轻浮,我和你的小儿子还没有见笑呢。 你和我小儿子的孝顺,我一直看在眼里。多亏你和我的小儿子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。 三年前,她为了给我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,负债累累。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。 说起这件事,我觉得大嫂真是让我们心寒。大嫂做事真是太过分了。当初你需要做手术的时候,大哥大嫂和二姐三姐,直接拿走了我们给你治病的三十万贷款钱。 他们还说以后老死不相往来,他们真的太狠心了。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,我没有教育好他们。我怎么就养了这几个没良心的孩子呢?都是妈的错。 儿媳妇,你现在就给你们兄妹几个打电话,让他们抓紧时间回来吧。我要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情。 妈,我老公一定会回来的,但是我不敢保证大哥二姐三姐能不能回来。 你只要告诉他们我说的话,让他们回来商量我的遗产分配和丧葬事宜,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 人生匆匆几十年,说走也就走了。 你两个大姑姐的家庭条件都很好。 你大哥在城里开了一家公司,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。 尽管他们不孝顺,可做母亲的看到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,我心里也是很欣慰的。 只不过他们对妈不管不顾,我还是很心寒的。 我真的很后悔剩下他们这几头白眼狼。 当初我去医院做手术时,他们没有人来照顾我,只有你和我的小儿子一直在我身边。 可是他们小的时候,为了养活他们,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。 想到这些,妈心里就非常难过。 妈,以前的事情咱就不去想了,你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确实不容易,不过没关系,现在不是还有我和你小儿子吗? 你放心吧,我和他不会扔下你不管的,我们希望你能够长命百岁,健健康康的生活。 你不要担心你的晚年,我们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你的,我们给你养老。 其实我很希望咱们这个大家庭能够和谐美满,可是大哥二姐三姐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一致,他们只为自己考虑。 妈现在很知足了,因为我有一个孝顺贤惠的儿媳妇,你和我小儿子没让我失望。 妈只是觉得对不起你们小两口,你们为了照顾我,一直留在老家发展。 老家收入那么低,你们还要利用工作之余去做兼职。 之前为了给妈凑手术费,把老家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,还害得你们夫妻两个分居。 我小儿子为了还贷款,在工地上风吹日晒,我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啊。 你们为妈付出的太多太多了,是我连累了你们,给你们拖后腿了。 妈,我现在只希望赶紧离开这个世界,别再拖累你们了。 此时,婆婆和儿媳妇都哭得气不成声。 妈,你千万不要这么说,我既然嫁给了你儿子,你就是我亲妈。 我当然要像亲生女儿一样来孝顺你。 人心都是肉掌的,你不是也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吗? 你对我的好,我一直都记在心里,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 好孩子,你比我那两个亲生女儿都孝顺呀,这是我最大的福分。 现在我最不忍心的就是看到你们为我背负了外债,每天为了赚钱还债,累死累活的。 妈,当时老房子抵押贷款了三十万,都被大嫂和姐姐们拿走了。 这三年,我们一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终于把钱还清了。 妈,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,你们身体千万不能出事。 第二天,小媳妇给老公打去电话,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老公说了。 小儿子听完之后,马上通知了大哥二姐三姐,让他们马上回家商量母亲的事情。 大哥,咱妈已经确诊的是癌症晚期,可能也没有多少日子了。 你也跟二姐和三姐说一下,明天回来商量一下财产分配和妈的后事吧。 周末的上午,兄妹四人全部回到了老家,母亲见到四兄妹的那一刻,心里又说不出来的滋味。 小儿子,妈都快一年没见到你了,你怎么变得又瘦又黑,是不是在外面工作很辛苦,都是妈拖累你了。 妈,我还年轻,吃点苦不算什么,不管花多少钱,我都要把你的病治好。 此时,站在一旁的大嫂凑过来说话。 咱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家庭了,当时说好的,咱妈是跟着老四养老,有什么费用由老四来承担,我可没有钱。 老大媳妇,自从我上次病了之后,这都三年过去了,你们一次都没来看过我,你们还把我这个妈放在心里吗? 这次如果不是让你们回来商量我的后事,你们是打算一辈子也不回来了吧? 不要说这些了,我听说你是癌症晚期了,我看这种病也没必要再浪费钱了,你就说说财产打算怎么分配吧。 站在一旁的二姐说道。 三姐说道。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,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,我今天回来就是分家产的,如果有就分,没有的话我就走了。 接着,二姐说道。 妈,我们家还有什么隐藏的家产吗?除了这个老房子之外,难道你还有存款吗?妈,你可不能藏着一着呀,更不能。 贫心呀,这存款我们四兄妹可要仍然有份。 小儿媳妇实在看不下去了,站出来说道。 大嫂,二姐,三姐,你们真的太过分了,你们怎么能只想着钱,完全不顾咱妈的身体呢? 你们难道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? 你绕什么弯子呢?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? 贪锦说。 对啊,你磨磨唧唧的干嘛,有什么事情就去说。 二姐三姐,今天是二月初一,是咱妈七十五岁的生日。 是啊,我活了整整七十五个年头了。 这辈子我生了你们四个子女,你父亲过世的早,我辛辛苦苦的把你们四兄妹拉扯大, 然后看着你们各自成家立业,儿孙满堂。 你们兄妹四人一共生了八个孩子,都是我帮你们带大的。 现在我老了,没用了,需要人照顾了。 可是除了老四两口子对我孝顺,你们其他人都是对我不管不问。 三年前我的那场手术,你们知道我当时有多心寒吗?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我是多么希望你们其中一个或全部都来医院看看我。 哪怕你们来了什么都不做,只是陪我聊聊天,我都不会这样埋怨你们。 老实说,你们工作太忙了,是老四夫妻俩没日没夜地在医院轮班照顾。 出院回,到老家,我听邻居们说,我的手术费是老四把老家房子抵押贷款弄来的,不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。 我们全村包括隔壁村都知道我养了四个子女,只有老四最孝顺我,你们其他三个都是白眼狼。 三年了,我判了三年,等了三年,你们三个人没有一个给我打过电话,连发条消息都没有。 我没事就坐在村口的大树下面,盼着你们能像以前一样回来看看我,可是你们始终没有回来,你们三个都回去吧。 从今以后,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女,即使我走了,也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。 我这辈子没吃过你们一口饭,没穿过你们买的一件衣服,甚至没花过你们一分钱,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。 一,直以来我都是一碗水端平,有困难也尽量帮助你们。 这段时间,我的心脏越来越难受,浑身疼,头晕目眩,我只是没有说出来。 我多希望老天能快点把我带走,这样我就不用每天念着你们,然后再让自己心寒,赶紧让我离开人世吧,这样就没有任何痛苦了。 昨天夜里,我梦见你们的父亲,他笑着看着我说,走吧,我来接你了,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,我很感谢有小儿子的陪伴。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生下了你们这三个白眼狼。 站在一旁的大儿子说的,妈,你不要再说了好吗,我这心里特别难受,特别堵得慌,都是儿子的错,儿子不孝呀。 医生说,我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,想吃就吃,想喝就喝,最好提前把后事都安排好。 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一声,咱们这套老房子,你们兄妹死人因为他闹过矛盾,钱你们也拿走了,这套房子以后谁也不准回来要,你们听清楚了吗? 妈,你就放心吧,这套房子我们肯定不会回来要的。 老大,老二,老三,你们现在给我发誓,这老房子以后是老四的,不管到什么时候,你们都不能打老房子的主意。 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 妈,我跟你发誓,我保证不要这套房子,这套房子本来就是老四的。 妈,我是嫁出去的人了,我婆家在失去也有自己的房子,我肯定也不会回来征这个老房子。 妈,老三在这里跟你发誓,我也不会跟弟弟征这个房子。 你们的弟弟是个孝顺的孩子,脾气也好,忍耐力也强,但往往这样的性格最容易吃亏。 你们要理解妈,房子我已经提前过户了,现在名字是老四的。 妈,我不在乎这些,我只是想你身体好好的。 此时的小儿子痛哭流涕,这时大嫂突然说的。 妈,你这就太偏心了吧,既然已经都过完户了,还骗我们发誓做什么? 大儿媳妇,难道你还想跟老四抢房子吗? 三年前你做的那些缺德的事我可没忘记,是你带头把老四给我看病的三十万给分了,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 没错,就是我分的,那又怎么样呢?那部分的钱本来就是我应得的。 你赶紧闭嘴吧,妈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听? 老二老三,以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,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,你们是嫁出去的人,也都有自己的家庭了。 以后我不在了,你们也就没有娘嫁可回了,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,不要掺和你弟弟哥哥的生活。 母亲说完话后,拿出了两个存折。 这一本存折里是我这些年的积蓄,里面有二十万,另一本是我这些年的养老金,只有七万多。 妈,怎么就这么点钱?你是打算让他们兄弟二人分了吗? 大嫂,你想的也太没了吧,要分也是我们四兄妹平分。 你们的眼里只有钱吗?养你们四兄妹这么大,你们很少给我花钱,平时都是我拿钱来补贴你们。 老大,当时你在市区买房子,买车子,你说我有没有给你添过钱? 老二,老三,这些年你们每次回娘家,我多少都会给你们点钱吧? 大家听完母亲的话后,都默默地低下了头,无话可说。 这笔钱是留给我自己办理后事用的,能剩下多少全部留给老四,我一分钱都不会分给你们。 妈,我是家里的老大,办后事的费用就由我来出吧,你把这些钱都留给老四吧,我没有意见的。 一旁的大嫂听见老公这么说,瞪大眼睛不甘地说的。 你是冤大头吗?妈都这样说了,你还逞什么墙啊?要出钱也是大家平摊。 你给我闭嘴,再多说一句话,等会儿出了门,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半个月后,母亲安详地走了。